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那么和大家说一下最近上半岚的一些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上半岚确实想要进入机会赛的话比较困难 虽然在比赛中刚刚击败了宁波队 可以说这场比赛呢 宁波队实力确实比较差劲 目前只赢了两场 上半岚队以这样的阵容呢 击败宁波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也是在最近也是有名气爆出呢 上半岚队将要进行一些调整 可以说上半岚这个调整啊很有可能影响在以后能不能够进入机会赛 他也是表示到上半岚很有可能去换掉对地的大外员吉伦莫特 可以说吉伦莫特在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确实非常差劲 虽然上一场比赛对待宁波比赛表现可以 可以说打宁波队吉伦莫特的优秀表现 不足以保护他的自己的位置 因为目前来看宁波队实力确实太差了 如果在面对一些强手的时候 可以说吉伦莫特完全迷失 在之前一些比赛中呢 可以说吉伦莫特的贡献值非常低 一直在靠哈森在苦苦支撑 包括投哈林也是基金打满全场 通过我们看到这位名气的一个报道啊 可以看出呢 上半岚队啊可以说也是忍无可忍了 很有可能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将启用新的外援 来帮助上半岚队冲击几乎赛 目前来看呢 可以说作为上半岚队来说呢 投哈林啊是终于等到这一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来看投哈林如果想要在本赛季有所作为 想要进入几乎赛的话 必须要有一名好的大外援 能够争取呢和投哈林啊进行一些轮换 因为投哈林确实目前太累了 完全和他一个人去支撑内线的话 可以说很容易造成受伤 因为你太过落泪的话 你的体能盖不上很有可能在一些防守中啊 很有可能造成受伤 这其实对于上半岚队来说啊 确实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 作为如果换掉对立最大水或吉人沃特的话 球迷也是非常高兴 因为目前来看 吉人沃特对于整个球队的帮助啊 确实不是很大 确实需要一个有能力 包括内线比较强硬的外援 能够支撑起目前上半岚队这个内线吧 可以说目前来说内线虽然有甲城 能有投汉人 但是呢可以说投汉人承担的责任太多了 确实需要一名卫员能够分担一下 不管怎么说 我们希望呢商务队啊 能够在低探阶段能够公换一名比较 优秀的卫员 争取能够这次的进入G5C 因为上次期我们打进四枪 这次记得我们的目标还是不变的 争取能够越来越好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万家 八恤